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天在網誌中繼續為消費權解話 指實行細節有待落實 但推行時會照顧各別人士的需要 例如照顧沒有電子錢包及行動不便的市民 在申請及使用消費權時的安排 實行兼顧用戶體驗及計劃成效 陳茂波指 在政府連續兩年過千億元赤字的壓力下 仍然決定推出電子消費權 規模達到360億元 目的是注入消費力 在本地經濟體系內流轉 發揮乘數效應 最大程度地擊撥消費氣氛 同時廣泛地被市民以至企業受惠 他表示參考外地經驗 分期注入 限期使用的消費權 有助小商戶在計劃中受惠 除了可以帶來更多生意 亦加強使用電子支付的誘因 讓他們更大程度受惠於電子支付帶來的新相機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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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